好久没更新股票相关的题材了 这部影片都还没做完 就遇到6月23年联雅要6562以30元在新贵挂牌 挂牌第一天最高来到220元 收在215元 新贵股票有关介绍可参考频道内的其他影片 最近看到高端疫苗的股票想说买个零股乐透 买单送出时跳出代码4433221 处置预角不足 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高端疫苗当下是全额交割状态 今天小娃就要来分享新光证券要怎么交易全额交割股票 白话来说就是要买股票之前 必须先把钱转入特定户头内 下单时会先确认该户头有足够的钱才可以下单 从瑞涵主持的58台前线百分百影片可以看到 若每股净值小于5元 未公布财报 长期亏损等公司 短时间内波动或周转率过大会被列为注意股 若情况没有改善则会变成警示处置股 此时该股票就会变成全额交割 全额交割又可分成5分钟分盘 5分钟分盘状况下单笔10张以上或单日30张以上采全额交割 20分钟分盘与30日内二度处置下全部结为全额交割 小娃用新光证券APP打开高端疫苗果然上面写二度处置 有些人会开玩笑说是被关禁闭或关厕所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每个券商买全额交割股票的方法不太一样 大部分查到的资料都是说要打电话告知营业员 营业员会给一个账户号码 只要把足额的钱转入该账户后 就可以进行全额交割股票的下单 新光证券可直接透过APP进行全额预缴作业 对小娃这种不喜欢跟营业员交涉的人来说 真的是一大福音 快来看看怎么做吧 开启新光证券APP进入客户专区 找到全额预缴 输入要预缴的金额 点击确认预缴后 会马上从交割账户转账到预缴账户 注意只有交割银行是中国信托 新光与瑞兴银行开放哦 可执行预缴的时间为早上8点到下午2点半 没有执行完毕剩余的钱将在下午5点退回交割银行 APP也可以查询今日线上预缴的总金额 真的非常方便 预缴完成后再来买一股高端疫苗看看 果然可以顺利下单也成交了 由于每天下午5点会将未成交的权额预缴金额退回 所以如果要买权额交割股 每天都必须进行权额预缴哦 卖权额交割股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个错误讯息 代码4433221 处置圈存不足 要把权额交割股票卖掉的话 必须要先向券商做圈存的动作 券商把圈存的股票放到圈存账户中 才可进行卖出 开启新光证券APP进入客户专区 点击圈存作业 输入要卖出的股票代号及股数 查询确认圈存成功后 就可以卖出股票啦 很多人会有疑问 如果圈存的数量是10张 最后只成交5张怎么办 多圈存没卖出的股票会回到账上去 所以不用担心哦 会需要这么麻烦 最大的目的是要保护投资人 以前面提到的长期权额交割股来说 这些公司长期亏损 低净值或未公布财报 都可能造成投资人踩到地雷 而暂时权额交割股 透过分盘与权额预角圈存 让投资人下单时冷静一点 也许因为麻烦的步骤而放弃交易 有些投资人最爱投资观测所的股票 把它们当作是标股的认证 风险也相对非常高哦 有句名言是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也有句名言是 富贵显中求 就看每个人的策略与考量哦 小娃最后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看完全额交割股的介绍后 你还会对全额交割股有兴趣吗 关禁币的股票 你的看法是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还是富贵显中求呢 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用力并且不用客气的分享出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小娃 Ciao 刘 刘